新場球員們在球場上 精彩的表現之外 常常球迷會很好奇說 這些球員在場上 到底都在講些什麼話呢 好 在新北國王 就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單元 叫做貼身麥克風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今天講話好好講 不好意思 好好講話 你吃掉的 我的 OK 這一個 強調 賣封 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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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50 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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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打我生的名字 在我的手上 他在我的家庭上 我和我的家庭 走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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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專注一點 1 2 3 早上搞一點提醒腳換 你知道可能他要去做後檔 或去做什麼的時候 所以你要第一個 第一時間先去... 先去講話 先講話 OK Defense... 抱抱抱 按著... 1 1 1 他現在做話還不錯 你哪一顆不進都太快 3 2 3 2 3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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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你看我們要有幾個陣燈 吃飽應該要到什麼 2 3 2 3 2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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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3 4 1 2 3 3 4 剛剛看到士官長就是士官長 非常認真 尤其上了球場之後 都是非常非常 每一刻都是謹慎的 而且是非常專注的對不對 不過那天在休息室 碰到他非常可愛 然後剛剛也看到了熊大莫倫斯 他展現了對家人的愛對不對 真的也是滿讓人感動的 其實這個麥克風的設計 我們也看到了其實MLB也有 MBA也有 當初怎麼樣 想到說 把它引進到新北國王隊來 這就是讓球迷更貼心的 看到球員的另外一面 更真實一面 我覺得就是這個概念 其實也不是只有球員 才要戴麥克風 老闆也要 您也有一個單元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 可以看你表現嗎 看你的後仰三分 今天可以了吧 浪一個嘛 好不好 我昨天有看你的廣告 我不知道你巫石港長大的 所以難怪你去衝浪那麼方便 Let's go Chris 好 雖然只有等了三十秒 就可以看出來老闆在球隊裡頭 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找張宗憲是幹嘛 試探軍情還是要去挖角 沒有 因為其實那時候 Plus League剛開始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跟張宗憲練球 所以就是這樣 因為這樣認識他 因為我上一次看到張宗憲 我穿著一個楊敬明的T恤 是他後仰三分投進的 然後我就那時候跟宗憲講說 如果你後仰三分投進一個 我也幫你做一個T恤這樣 對 所以後來到底有沒有做 他有後仰投進 可是不是三分 所以就不用做了 他就說我有投進 我說可是不是三分 所以等你有的時候再說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位是麥卡洛 我們知道麥卡洛 其實也擁有NBA的資歷 其實台灣的球迷也非常喜歡他 可惜他後來受傷就回去 但是最近在他IG 其實他常常心心念念 還是新北國王對不對 因為他其實受傷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非常的難過 因為我們有撞牆棋 然後我們突破了之後 可能兩三場後他就受傷了 沒錯 然後開始融入他們的球隊 然後跟其他球員 就非常的貼近 所以他走之前 我們辦了一個這個 就是Farewell Dinner 就是再見的這個晚餐 在那個晚上他其實非常非常的感動 發現說我們台灣的熱情 對他 對我們國王的貢獻 我們是非常的感激 所以我們都非常的難過 可是我覺得那段晚餐裡面 他看到我們真的是非常關心 我們是真的care 他接下來的這個 rehab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非常懷念我們台灣 希望他能夠很健康 然後趕快的回到球場 但是我知道西美國王 雖然充滿了美式作風 但是有一點非常的特別 就是你們是唯一一個有隨隊的 這個心理輔導師 而且是牧師隨隊的球隊 這對於這個球員來說 其實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好 這個心理輔導怎麼進行 馬上回來繼續聊 請別走開